7号上午国道新竹香山路段发生一起 拖板车在行车视线良好的状况下 依旧撞上停在路边警车的车祸 当时行车记录器拍下 一辆警车停在路边借户抛锚车 却遭到后方拖板车直接追撞 车内远警陈启锐当场死亡 根据警政署统计 从民国103年到105年这三年 因为警车事故造成的远警伤亡 总共285人 而且人次一年比一年多 立委归因于警车配备简陋 跟远警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 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台湾警车的脆弱从预算就看得出来 警政署表示各地方政府 平均每年购买进600到700辆警车 每辆预算60万元 但从安全的角度来看 警车上只有前座的两个安全气囊 跟台湾侦测两配备 但这些配备 连一般民众开的自用车都有 前日子海有个争议 就是到底 就是遇到嫌犯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追他 我看来听完以后 我觉得不要去追他 你的配备如果比人家差 那你本身的安全 的这个 还有训练 那我们凭什么要警察 我们的警察同仁们去做这些动作 除了配备不够 远警为了赶到现场也常要开快车 警政署提供的训练 却只有在校时的静态讲课 限制远警每年只提供800个安家训练名额 而且每次只有一天 对于车辆安全性不够 警政署解释是因为经费有限 别说国外车厂 就连国内车厂投标欲望都很低 未来会争取提高每辆车的预算到85万元 至于训练方面 未来也会要求地方政府加入客目 也召集基层远警 订立追车标准注意事项等 并呼吁远警们尽量远离大型车 自保安全